快乐联播王空中博物康应节目 以博物电风为出发点 你来说大家来听 欢迎收听 快乐心声 哈喽 听这边的大家好 这是快乐联播王 快乐联播王 报的五点 正在节目快乐心声 我是佑伦 在这个空中 播放大家到这个暗时的六点 我们的节目在全国 各所在都可以收听 清楚在大台八地区 大家的频率可以锁定FM89.3 另外还包括了大台中 云嘉南高高屏 以及离岛的澎湖 都可以收听收看到 我们的节目 讲到收看 主要就是因为网路很方便 所以大家只要在各大搜寻网站 打上快乐联播王的关键字 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官网 还有脸书 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像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说 科技始终是来自于人性 为了让大家更能够 轻易的简单的 接受到很多的一些讯息 包含了像这次的 这个九合一选举部分 从VJ古尼开戏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选举的氛围很冷 一直到今年 这个接近了这个选战前 真正投票的 前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开始 大家就觉得说 才有那种 好像打选战的一个氛围 不过对很多的一些 政党选举人来说 其实大家都是酝酿 很多很多 清楚说 九合一的选举呢 也才刚刚告一个段落 那在台北市的部分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的 这个争议的部分 大家好像也是会在法院见 这个后续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大家也是会关注到的 不过呢 现在已经开始 大家都会想到说2020 因为呢 等于说这个2020的选举 是在一月份嘛 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 那现在已经是11月底了 要准备迈向12月了 所以这时间差不多就是 一年我一顾的时间 很多人可能就开始准备 明年的时候 可能过完年就开始要准备 表态要来表达说 他有要竞选 可能是总统 或者是立法委员的一个意愿 就要在党内呢 可能争取一些的提名的动作了 那特别我们还是要来 针对于这次的 这个九合一的大选 在这个民进党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各县市 可以说是 等于说跟蓝色 国民党的这个版图呢 等于是相兑换的 甚至呢 还这个 让大家就觉得说 失血相当的严重 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呢 然后呢 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 来这个振作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他们的2020可能已经提前先 Game Over了 但是不是这样子呢 还有包括了 就是国民党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大家其实真的是 因为民进党做的 实在是太让人觉得 叹口气这样子 所以呢 很多的一些政策 执行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些会觉得比较粗糙 那个改革的一些成绩 大家会觉得 伤害到了自己的权益 所以就投了这样的一个不信任 然后不喜欢民进党的一个票 所以呢 才会让国民党可能在各个县市 有一些的斩获 或者是在民意代表的部分 那国民党呢 面对于像韩国瑜这样的一个 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他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因为真正执政呢 才会知道说 他的成绩到底是不是OK的 这个其实 这两个党可能都要去好好地思考了 另外还包括了 像是我们的柯文哲市长啊 他代表了无党无派 还有一些的小党 到底在面对未来整个政坛的一些改变 应该要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跟作为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 民评论人员 他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媒体 像很多像是UDN的名人堂啦 或者是说像很多的一些 网路的一些杂志的一些评论 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然后呢 都有自己的一番独特的见解 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我们来欢迎的是温朗东先生 朗东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个主持人你好 好这个刚刚好 其实也看了一下就是说 朗东的一些短片 因为其实像很多人可能最近就在问说 像说韩国瑜先生好了 他当选了高雄市市长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在高雄市 真正发酵了 可能因为很多的一些原因 可能有这个中国的一些网民 他们呢带起了一些氛围 然后再加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高雄其实外表很漂亮 但是内在大家会觉得说 真的还是没有什么钱 所以引发的一些的群聚的一个效应 还包括了像是说 很多人也会问说 民进党呢 民进党输到已经 人家说要脱裤子的那种感觉 那他们应该现在怎么办呢 大家都是在就责 那我们可能会分不同的段落 来这个问一下朗东 以自己独特的一个观察好了 大家可能一定都会问说 像这个跌落到谷底 现在已经到谷底了吗 民进党的部分 对那首先我知道很多观众 听众朋友比较喜欢听台语啦 因为我自己母语不是台语 但是我是完全能听的 所以主持人可以多讲一点 可以可以 刚刚第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确实这次选举当中 是有中国网军的一个介入 但是他不代表说网路上 这只韩国鱼的都是网军啦 网军他比较像是点火 推波助澜 因为在我的分析来讲 他是这样做的 因为过往的时候 中国的资金是直接丢给国民党 他就被国民党的一些买办 权贵给分走了 所以成效不彰啦 因为那些人拿钱也做得不太好 国民党大败之后 从2014年以来 中国一直在调整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做法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有民间的单位 都有开发出一些城市 一个人可以控制100个 脸书还是什么的账号 但是他 例如说你有100个员工 你就可以控制1万个账号 当然他跟实际上 真实的人的数量比 可能只占5% 现在有人去做过一些实验 例如说他的实验方式是说 他做了韩国瑜的影片 然后吸引韩粉去看 那发现说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一些 位置 网路位置很奇怪的 什么埃及阿拉伯 大概只有5到10%左右 所以这些疑似是网军的比例 其实没有很高 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他们会去三风点火 就是所谓的网路霸凌 他们很习惯的就是会带头 然后去骂那些反对韩国瑜的人 然后用一些不堪入目的一些脏话 或者是用重复留言洗版 像邱逸已经被洗到 我记得 变成网红了 对对对 上百万者 很夸张的一个留言数字 那他这个好像没什么 但是就好像像说 吴登玉去骂陈菊 这个好像对陈菊来讲 他承受得起 因为他大风大浪 都经过了 可是如果你是一般的素人 很多人是没有扶上台面被霸凌的 或是被骂到的 他们不敢讲话 他们看到这种气氛底下 不敢发声 这个就是中国在破坏台湾民主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带头示范了一种 用霸凌代替讨论 那什么是讨论呢 就是说我跟主持人意见不同 那我们就自己讲自己的 讲完之后大家听听就算了 就让群众去分辨 可是霸凌就是说 我讲不赢你 或是我也不想听你讲 我就一直骂你 就双方就会也就生气了 就互相对骂 这个是目前网军操作的一种方式 第二种问题是说 我讲完民进党这次大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分析各种理由 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在于说 其实蔡英文他在宣传上是不够的 很多人觉得说他改革做太多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很多改革是有必要 但我不是说每一件都是对的 但是大部分是有帮助的 可是蔡英文所做的改革 他应该说改革的时候就像是你在推广一个新的产品 你必须要跟你的群众说明这个产品有什么功用 有什么副作用 大家说明了解清楚之后 会才能安心的服用 像吃药一样 可是如果你没有说明清楚的时候 你就一直发新的产品 有新的药 群众就会很害怕 他不知道生活会变得怎么样 然后变成蔡英文他住到底下 他就是有点像学者啦 埋头丢出了很多大不投的这些东西 然后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去吸收 其实群众是很有距离的 现在整个蔡英文的政府组成的 像这次中选会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缩影 中选会这个大家都知道投票投的很不开心 那简单的讲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说是因为公投太多 我觉得这样讲是不对 因为公投是人民的权利 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去公投 那公投多这个完全可以解决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知道为什么会排队呢 就是公投的那个投票格 太少 太少了 因为我去投的时候 县市长跟议员是两格 公投是两格 赛车都是在公投那边 如果那个两格或是三格 改成五格或十格 今天不会赛车 因为看到那个媒体 有点说就是说那个主任委员 钱英钱先生有说到说 他是在那个等于说前一个月 11月份的时候才知道说 公投要投这么多项 然后需要的场地 他可能一时之间找不到 他的理由是这样 他发表声明的时候是说这样 我真的有点怀疑 他是不是那个蓝营的卧底 但是也不知道讲 应该是说他没有什么实物的经验 像这种活动 你找学者去做他做不起来 你找民间的企划公司公关公司 例如说民间百货公司要办活动 如果你在排队 是他故意让你排队 他让你不排队 他一定可以帮你疏散人群 人其实真的有时候 就是像说那个排队效应 然后那个民间 他这样操作是说 是吸引人潮 然后大家可以去排队 然后增加那种销售的那种氛围 但是其实像如果说排队上 发现到大排场 我们有看到说 那种是在那 三级投票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人 如果比较年长的人 他没较早期 较暗期的时候 他等两点间 真的要了他的老命 或者是年轻人 看到这样大排场 有些人他不想排 他可能选举完 他的那个候选人的 他有定见的 他比较快了 他选完了 然后公投的 有些人是放弃的 对 所以这个分层 至少就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排队的问题 第二个是说 边开票边投票的问题 那公投的问题 那个排队的问题在于说 你体力不够 或者是你赶着要去上班的 你就不投票了 这些人投票权被剥夺了 那边开票边投票 那就像你这样说 你边买彩券 或是边签冰果 然后边给你开号码 外面手机 你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开票状况 到底是如何 但因为这个在法律上面 那个公职员选举罢免法里面 也都有讲到说 例如说当天不能够助选竞选 那又或者是说 10天前都不能公布民调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可是现在不是民调 也不是助选 直接给你看 告诉你 现在是什么人的票 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虽然我非常讨厌丁手中 但我也不喜欢柯文哲 但是他们不管是谁胜出 如果差这一点点去提诉讼 我是觉得这个是他们法律上的权利 那就是要认识在中选会这边 然后为什么中选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说 他们就是一些 比较没有实务经验的学者 那不是说 不是说学者不对 是说一个政府的组成 要有学术人士 也要有企业人士 要有实务人士 也有一些很懂得民间疾苦 或是民间语言的人 结合在一起 他的战力才会强 真的 那这个就是蔡英文 他的这个政府组成的问题 是说你会发现他讲话的内容 好像都四评八文 没什么问题 可是没有情感 没有动力 那反观是说 例如说我觉得 韩国瑜都是在鬼扯 可是韩国瑜他讲话 很像业务员 很有煽动性 那这个是民进党早期 在从社会运动开始 都有了魅力 结果现在好像 结果反而现在 大家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说这个国民党 没有党产 结果在这次的选举操作上面来说 像是在台中 然后又说 卢秀燕的选举 怎么会那么像 民进党的操作模式 是没有什么党场特别 可以拿出来用的 那像林嘉隆 那个市长 他可能就是各大媒体 然后铺天盖地的行销等等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有点错乱 那种经验就会出现 然后大家想说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 林嘉隆那边我是看到 网路上有些人说法 他就是说市政府的运作 有一些问题 就是他用人上面 好像不够符合地方的需要 因为我是觉得 真的是整个 本土政权得来不易 民主得来不易 大家要去守候 所以说现在深刻的反省和检讨 不是说宣洁的情绪 而是想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说大家也 有些人可能知道民进党内有很多派系 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怎么样能够在2020 因为只剩14个月 就要总统跟立委选举 比想象中快 那倒不是真的两年 只有14个月 一年一年多 所以说现在下一波选战 其实马上就重整之后 就要开打了 那我是觉得民进党要重新去想 他很多改革 不是说你改革不对 而是说你每一次改革 你都要用人民听得懂的话 然后勾勒一个清楚的愿景 那像韩国瑜 他没有什么政策 可是他就说会发大财 很多人听了就觉得有个明确的愿景 他就信了 因为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看政见的一些细则是什么 就像说这次我们投了10个公投 大家除了看标题之外 而且有些标题 你去没有同样的媒体 或者是说去其他的一些可能提案的单位 他的一些所写的那个条文 跟那个在那个公报上面的 又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都会让大家就觉得说 有点那个 到底是要投同意还是没同意 那个中文的一些文字游戏 就会让大家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在那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那时间就整个好像是延迟在那个地方 对我相信公投这个 因为很多人从公投结果去推说 好像台湾不能那么进步 因为很多比较偏进步的选项 对都没有过关 但我觉得也没有到这么悲观 原因是因为我假设 现在你把那个公投的号码 那个重新打乱掉 叫大家去投 投出来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大家都忘记自己投了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是用背的 说什么例如说亲国民党的那一派 他就会说13 14 15不同意 其他都同意 其他都用背公式 你如果说把那个号码改掉之后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要怎么投了 以和养率不同意嘛 对不对 他们要同意 国民党要同意 非国民党的要不同意 对对对对 用背公式的 那所以对背后不够了解 那如果他们了解之后 很多选项选择会去改变 对 那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很少人提到 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 说现在国民党他们那一部分 保守派有很多群组 那个群组 赖群组啊 他们发一些假消息啊 或者是动员消息 是你台面上看不到的 这个会有一个问题说 如果他发在一般的网站 或者是脸书上面 他是假消息 我们可以去反驳他嘛 可以去笑他 现在他在赖群组里面 在里面流窜 其实真的是拿他 没办法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你说是不是政府 要更有力的去打击 或是惩罚这些放假消息的 就是说你意见不同 例如说我们对九二公司意见不同 我根本不承认什么九二公司 我觉得那是规则 但是他至少是真的有这件事 这是可以评论的 可是如果你是造假 没有这件事情 你说成是有 例如说这次蓝营在高雄 一直用一招 真的是很好笑 他就说民进党会出奥薄 会出奥薄 但是根本就没有 什么奥薄 因为在那个很多的政论节目 其实都有讲到 他们可能在蓝营的阵营会提到说 接下来的这个关键时期 就反而会就是说会有奥薄 或者是说那个韩总 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有几种 有第一个说 那个什么陈其迈爸爸要自杀 谢罪 第二个是说选前一天要公布说 韩国瑜有撞死人 然后第三个好像就刚刚讲到的 这个说韩国瑜有生命危险 其实这些都是不存在 但是他们透过这种假消息 然后去塑造悲情的气氛 好像说这次我们赢定了 但是我们一直被迫害 很奇怪 因为中国国民党 破坏台湾人这么久 然后结果现在反过来去指控 我看到真的很生气 但是我还是要冷静的去 看待这个问题 而且他事实上已经选上了 然后选上之后又讲到的说 因为其实选前 一直跟大家讲说什么 他在讲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 这个是骗人的 结果他当选 隔天就说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跟卢秀燕一起 应该在胜选的时候就有提到了 对对 叛选会开始提 他也都提到了 对对对 他所谓旧经济 其实真正能做的 应该不是赌场 也不是什么爱情产业链 应该还是靠九二共识这样 例如说现在他又说 他去跟郭台铭去接洽 对 其实这个是给郭台铭压力 因为他先喊了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通关密码 跟中国讲说 我是你这边的人 那这时候他跟郭台铭要设厂 郭台铭如果拒绝他 也不行 因为伤 我必须讲说伤人 他是说中国美国各方面 都不好得罪 就做生意 这我们能体谅 那所以韩国瑜这招也是很可怕 所以郭台铭势必须 要给他一些回应 那后续怎么发展 我们都在观察 但是他背后的问题是说 其实在马英九的时候 这个九二共识 或者说这个中国游客来高雄 都是那所谓的中资 一条龙 从游战车到饭店 还有全部都背后都中资 那其实高雄真的 赚到的就是零头 比较多赚到的都是营造业 因为你要盖房子 你还是用在地的工人工班 盖地的公司 所以你会发现 这次营造股都生了 高雄有一些房地产的老板 也突然很开心 说我们现在又要上涨 那当然经济能成长这部分 当然大家都是乐见的 只是说他如果背后来源 是一个有政治意图的中国 然后他随时会把钱撤走 会把游客撤走 那这个其实就是不稳定的 我们不是说 我就是全面反中海干嘛 虽然中国是蛮值得反的 不过我们理性的去想 这个事情是说 你要赚钱 也是用个稳定的方式赚钱 像我身为高雄人 我在高雄很多年 然后像六合夜市 现在很多高雄人比较不太会去 因为他被中国游客改造成 有点失去本土的一些意思 因为很多游客他只去一次 你一个地方你只去一次的话 店家他就不会 那么认真的去经营这些客人 因为他做一次他赚都饱了 反正你做不好 你又不会再来 他就再一次 那反而是一些名气比较低的 像山明市场 还是什么 光华夜市 他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 一个水平 因为外地人比较少 都外地人去 我觉得这种先奠基在本地消费市场的 这个经营模式会比较好 因为你靠外地人 外地一旦不来会变肯定 因为现在肯定样子 他很多生态 或者很多的产业体质不够健全 都是靠中国游客去撑 那你这个撑的支撑点一拿走之后 就会很惨 而且会被要挟 你的主权就会被影响 这个是目前整个高雄也好 或者是整个国民党 在县市场上位也好 会马上遇到问题 因为韩国又是卢秀燕 还有这么多的国民党新上阵的县市长 其实像台中还有中江头 他们都是特别有响应说 他们都愿意跟韩市长 就是共同一起 就去打拼大陆的中国的一个市场 这个中国梦马上就要去 对蔡英文造成压力 因为他们就会说 我要拼经济 可是你蔡英文不准 你不给中资什么中国进行 因为要经过经济部 投资审会 承招委员会 投审会同意 所以中央不同意 其实会有影响的 所以他会把责任都丢回去 到时候如果没有实现的话 因为等于是说 他有做这个动作了 不过就是说中央 因为他有他的一个法令制度 所以很多的一些建设 真的就还是需要 中央的单位来统一审核 到时候如果说真的 经济没有起飞的话 他也有个理由了 真的就是说你中央没有帮忙 所以我们在下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再来继续讨论 今天特别 邀请到我们的媒体的评论员 温朗东先生 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其实借由九合一的一些选举 我们可以看台湾的 未来的一个发展 因为其实台湾真的 虽然不大 但是我们所在的位置 是很多国家的一个 等于说关注的一个地方 可能我们到底是 要跟美国好一点 还是跟中国好一点 还是要跟日本好一点 就牵涉到很多很多的一些 这个厉害关系 再加上呢 这个国际又是一个地球村 大家可能都是会有一些 经贸上面的一些往来 那也会签很多的一些协议 稍稍没有注意到 这个关税的一些部分 其实我们就会落后很多很多 那大家又会觉得说 经济是最有感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经济 又都摆在中国的话 是不是又会真的被挟持了 我们的在政治 还有我们独立个体的一些部分 我们在下个段落再跟大家来聊 经济钢 拥有纽西兰严旋路容 纯净天然 经济钢 富含秘鲁国宝迪马卡 滋补强身 增进体能 经济钢 高剂量精胺酸 促进代谢 提升精气神 经济钢强效战斗地 让男性朋友 补充体力与精力 让您一定满足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火播 0809 092 898 妈 你还没记得跟我的妈妈 早上会要倒起来 实在很危险的 快要快处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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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倒这个住宅用警报器 不然火真的倒起来就吃辣了 是啊 万一如果火灾 不敢害到自己 还会害到别人 住宅用警报器 真的是每个月都要倒了 为了你死命财产的安全 请关键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小风气宅担不住都买得对哦 快乐联播网 关心你站起来的安全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随着年龄增长 您更需要补充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人体组织中 重要的蛋白质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胆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让您安心无负担 补充胶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让您荣光焕发 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解专利 胶原生态宣证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台湾 景彩武汉 快乐联播网 HAPPY RADIO 时间五点过二十四分 我是佑伦 今天在这部是快乐新虾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邀请到 也是知名的评论人员 温朗东先生 大家如果说在看电视 或者在网络 或者是在报章杂志上面 其实都会常常看到他的名字 在做一些时事的评论 让很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我们台湾一个政敌方面 或者是在跟国际的一些接触方面 会遇到哪些的一些状况 跟这个瓶颈 其实讲到说这个 因为刚刚上个段落 我们特别有提到了说 这回到民进党在三期时 请求公在政绩推动的一些改革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改革真的是必须要的 不管是说劳基法 或者是军公教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们是没有做一些修正改革 真的会这个破产 那破产债留子孙 或者是说有些人 辛辛苦苦真的要退休的时候 他真的是没有那个稳定的一个退休金 可以来请领的时候 大家这个到后面 就会知道那个痛苦之所在 不过像这种情形 可能都是要经过几年之后 这个才会陆陆续续的去感受到说 这个改革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是必须要的 可是现在的民众 他就是第一时间他就是希望说 他的钱是能够快速的赚进来的 尤其我们知道说 这个可能在民进党这部分 他可能因为改革 他有时候就必须真的要痛定思痛的强硬 因为前面如果读到参加的时候 可能其他阵营的其他党的这个候选人 他可能就举起来 他可能就是没有推动了 但这次呢 这个蔡英文总统他推动了 那又没有做足够的一些这个去说明 就感觉到说每次出现的时候 就是吵吵闹闹的 就可能就是其他政党的一些抗议 然后没有做一些足够的一些论述的一些说明 其实真的还蛮可惜的 对因为蔡英文必须平心而论 他有些部分是真的做的很好 但是也有做的可以改进的地方 做的好的地方其实是在于说 例如说刚提到了一些改革 像年金改革这是必然要做的 那当然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能够做的再多一点 但是这确实有现实阻力 因为遇到阻力很大 那另一方面其实最主要说 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从台湾旅行法 然后到说美国的这个军舰 其实你有注意整个情势的话 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台湾跟美国的合作变得比较紧密 其实在美国的一个关系良好之下 台湾的主权是有受到保障的 可是这是一种抽象概念 他不是很具体 他跟因为人民没想那么多 大家都想说每天是不是能快快乐乐的 然后多赚一点钱 现实的生活 当下的生活 一旦过得比较好就好了 有时候缴的学费 缴的一些这个 可能家里面还有长者的 然后可以好好的那个去运作 那个钱够用 对大家来说 那个好像感觉是最接触 最直接的 对所以我只觉得 整个蔡英文的 或是说民进党中央的宣传团队 都要重新去思考 例如说像是我 算是科黑 不是科有就对 绝对不是 但是我觉得科文哲的宣传 就是很厉害的 那个他怎么样透过影片 然后去说明他的政策 这个是民进党要赶快学 要赶快跟上 人家都有那个一日市长 或者是说 他今天就是在这个车上面 他第一集就是邀请了这个 可能他的近老年纪 他删掉了 他就安排老人家 跟他一起对话 就是说适当的就去面对问题 不是说可能就是你自己躲在 这个可能或者是说 自己就住在那个总统府里面 就可能没有跟大家去接触 那真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说明 然后呢 面对大家所提出质疑的时候 随时的做那个 灵机的一些应变 然后呢 去做一些的公开的说明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一定要确实做到的 对 而且过去这些说明 最传统的早期 都是靠报纸 对 只有三大报的那种戒严时期的年代 那报纸记者就很重要 那后来慢慢有了电视之后 变成了电视影像 很重要 那后来除了电视报纸广播这些主流的之后 现在网路出来 然后网路随随最近 因为现在智慧型手机 大家人手一机嘛 连我爸七十几岁了 那也是每天拿智慧的机 也会滑手机 对对 然后在那边看节目 或是看影片 那这个所以说 像是网路上的生态 就是网路上的短影片 三到五分钟的就很多 那也会兴起很多 所谓的网红 例如说柯文哲 最后跑去找馆长 会主播嘛 那馆长还会让粉丝 像八十来一百万 对 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那传统的做政治的 就会觉得说 那个不是主流 有甚至说说 有点不入流 对 但这就是歧视 这其实是不对的想法 因为他确实有很多支持者 也有很多受众 为什么你没有资格去说人家 当然你可以觉得他论点 或者说法不对 可是你不能说他 就只是没有内容的人 这样子也是 排斥不公允的 因为像有些 我觉得民进党其实以往 在选举当中 他这用网路操作 其实是很厉害的 他是很能够就是有话语权的 不过这一刻 他在对上这个韩国瑜之后 就感觉到说 也是对调了 就感觉 一路上可能都是 韩国瑜在引领很多的一些话题 然后呢 就是说他在网路上面的一个声量 是 感觉很多 那相对来说的话 这个时候呢 非常善于这个网路操作的民进党的部分 怎么对上了韩国瑜之后 就感觉变了 然后那个位置变了之后 会也是让大家就觉得很错乱 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 你可以唱会馆长的节目 他可能一句当中就会有脏话 然后大家可能会听得受不了 不过他的流量就是突破了七百万 所以呢 像民进党部分就会说 那个真的就是像那个朗东刚刚所说的 就觉得说馆长这样的人啊 他不专业的人士 他怎么可以讲政治 或者是说他可能都是教坏小孩子 都是口出那个脏字等等之类的 那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忽略掉说网路声量 其实像现在人家都会用那个比例来算 他其实是 在这次的九合一选举当中 他可以有那个比例是 等同于实际投票的一个 那个比例的一个呈现 对因为像馆长的事情 如果你去骂他说 他骂脏话 或者他的观众数字有问题 那些80到100万粉丝都被你得罪了 对 那你可以去直接讲说 馆长哪里说错 但是你不要直接攻击说什么 他的粉丝数值都很低 这个影响很大 为了我去找 那个馆长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全部就开始 大家就混乱成一片的 在那个网路上面 然后呢 那个当讲了馆长之后 他又马上又开直播 然后又在讲 也在攻击 所以说 哇真的就是你来我往 到最后 当然就是有及时性的 然后能够有效的 就去做一些澄清的人 他就赢了 那所以所谓本土派 移民进党会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有自己的馆长 就是他平时 有自己的生活 一些影像频道啊 还是有自己的经营的 可能是 因为馆长是健身嘛 你可能是美容啊 还是什么旅游啊 但是关键的时候 你也有政治想法 这个以后会变成一个选战 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网路以后 真的蛮重要的 但是因为像现在的节目 就有广播 还是很多很多样的重要 很多听众朋友 他可能在开车 或者在工作 也希望听广播 但是现在也会同时 有网路直播 都是会并进 对就是这样子 就是未来是一个 这个叫数位汇流 都可以一起做 那我就觉得民进党过去 他有很多的进步公民 在免费无偿的 都是很热血的在帮他 可是他执政之后 这些帮他的人呢 很多时候会觉得说 他改革做的不够 他不帮了 所以你觉得 民进党网路强 其实可能不是他本身操作 就做的是全使美 而是很多人 自发性的 会愿意去帮忙 可是这些自发性的帮忙 不会是永久的 当你全面执政之后 你也是要回应他们 或者是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也是要有一个承诺 例如说 刚讲的牢基法的这个问题 还好了 因为一开始 一例一休就是一个错误 他错误不是说 他真的伤害了谁 而是说他太难搞懂 到底是什么 好像有些人台语 还不知道怎么讲一例一休 讲出来人家也听不懂 好像也没有直接翻的吧 对 所以因为这个政策太难说明 现在政策很复杂 所以说 而且第一个一例一休的版本 如果不考虑 砍七天假的部分的话 其实对劳工来讲还不错 然后所以资方就不开心 结果过了一年之后 又改成对资方 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变成劳方也不开心 所以就是双方都不开心 如果说 我这样讲 假设时间倒转 蔡英文他就说 他先维持现在的体制 可是增加劳动检查 就是法律都没变 可是劳减改善 这样是不是很好懂 就是说跟法律一样 只是违法的会抓 会抓得比较紧 这样大家可以搞懂了吗 那劳方也会比较开心 资方因为说 这个就是合法 就是他没有增加法律 他只是增加检查 你也不能说什么 对 那就很简单 那接下来他再说 我过三年 或是过几年 有个明确的时间 循序渐进 我就变成周休二日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 有一定还是有人不接受 但是大部分人 看到时间表就会接受 对 又或者说现在 像是什么 反同啊挺同的 就大家在网络上吵成一团 其实我自己是比较挺同 但我觉得是说 如果你要先用专法 还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时间表 例如说我过三年过五年 或是我有个明确的 我去施行宣传或教育 有一些具体的方案 但我不要马上一致到位 先提出这个方案来 其实是可以说服很多挺同志的公民团体 一起去等待跟合作 现在问题是说 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 我不知道说在过几年会实现 所以大家很焦虑之后 会对蔡英文产生很多批评 这些批评 其实不是会直接跑到国民党那边 可是会被国民党借力使力 述造一种民进党做得很差的形象 这些形象累积久了之后 你去问很多投给国民党的 为什么要教训民进党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留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 觉得民进党做不好 其实民党没有做得很差 台湾这几年的整体经济是在成长的 台湾整个在主体性的安全上面 也是有受到保障的 但是确实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但有一些我觉得是不应该做 像是看起来很小的事情 像是烟菌用烟菌去救长照去补长照 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在很多基层生活就知道 因为我以前也在抽烟 我最近见 人家好不容易就是工作压力 然后想说抽一根烟 对他根本平时 你知道吗 很多中南部朋友 平时也没有说一直在管政治在干嘛 但是他一感觉到 烟菌贵了10块20块 而且调的速度好快 对对对 因为从学者的角度来讲 他会觉得说 这些抽烟的人 他没有话语权 就是他没有办法上节目发声 没有来骂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 人家没有办法拿他怎样 可是他不爽在心里 至少我每两年我就可以投票一次 而且你必须要去用体谅的心 你从学者的角度的话 你生活不愉快 你的收入跟心机状况 你可以住大房子 可以出国 你有很多娱乐 对很多中下阶层来说 他们就是每天的一根烟 就是最快乐的时候 然后你要跟他说 这个对健康不好 这个有二手烟问题 我觉得这个太离地了 而且都就是 有时候会觉得 很多人反映说妖魔化的抽烟的朋友 就等于说 他们可能会有那个什么 二手烟三手烟 然后开始就是设定 说只能够在哪些的 真的就是严格的规定 我们当然都知道 为了全民的健康着想是好的 只不过就是说 你把它说用到长照 好像那个钱也不够 然后等等之类的 让很多的一些 可能比较这个中下阶层的民众 可能因为又是他们的既有很多的大众的一些支持者 其实都是在这些 因为他们是等于街头出生的 民进党的部分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 像是环保署弄的那个灭香争议 也是因为民俗信仰里面就包含说 需要有香的那个气味 才会包含跟神明做沟通 那当然当然说他可能跟现代 例如说要环保的价值有冲突 可是冲突的时候 至少你要保有一炷香三炷香 要有一定的这个保存 因为你不能说所有香都没有 这样子这个传统文化会被破坏 因为感觉没有那个烟熏上去天上 感觉许的愿望都没法 然后就会觉得说去拜拜 感觉好像只能够安慰自己说 心臣则令 对然后一些帮那时候 帮这个环保署政策护航的人 我们就是讲这宫庙都是一些地方派系 不然就黑道 这得罪很多人 大家很不开心 而且他们的等于说地方宫庙的一些 他们的组织动员其实很快 然后他们的一些信众又多 而且我是觉得很多宫庙 现在中国真的是有意思 在世俗在渗透 所以既然如此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 而且跟他们了解到是说 其实在台湾的主体保障底下 文化才有办法好好的保存 而不是说看不起别人的文化 那这样你就把它推到中国那边去 像五星庙这个事件就是很夸张 对那这样类似这种事情 我是觉得就是要就是学者 太多学者在执政 然后跟民间的想法脱离太远了 那这些问题其实这几年来一直出现 很多小问题一直累积出来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应该说有些改革是一定要做 像是年金改革 对是一定要做的 可是年金改革这个做起来的话 好像我觉得又给反年改的团体太多空间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属于没办法沟通的那些 一定程度上是很难沟通的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越快让他这件事情落幕 当然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抗争 那是他们的权利 没错 可是因为花很多时间跟他们沟通 反而是没有用的 他们还是会继续的持续 但是有些沟通是有用的 因为讲一个观念就是嫌货才是买货人 你要去分辨 有些人就是为反而反 可是有一些人他嫌你蔡英文做不好 是很想支持你只是恨铁不成钢 或者是心中有疑虑 这些会去嫌你的人的意见 你就算做不到 你也要告诉他说我为什么做不到 然后我预计两年三年什么时候会做得到 你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答案 大家就能接受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像公同里面 冬奥这名这个 这涉及到台湾主体 就是我们到底要叫台湾还是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它其实就是中国台北 现在很多人在网路上都说自己是中国高雄人 其实中国的一方面是自我嘲讽 就是哇为什么这块土地上的人 竟然没有办法再弄台湾呢 还要前面要挂中国 那我觉得是说像是冬奥这名这个 或者是说今天段一康立委在咨询的时候 那其实也对来清德 因为他们都新潮流的 但是他们内部其实有反省 可是我都对 然后其实因为讲到说这个 有没有当你的政策的一个宣导 然后有没有让大众 可以让很多一般的人去了解 这很重要 还有就是说可能像 长东可以不告诉我们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 请求公民进党这个执政 他们也曾经轮替过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名义代表 或者是说像很多的一些 可能仇庸的一些这个官位 因为以往所说的一些肥猫 并没有减少 然后也是委由这个可能就是 民进党的一些可能党派的大佬 可能就去安插了这个位置 也没有少 那像有一些可能长期担任 民意代表者 他们会不会也越来越脱离民意 他们其实因为在长时间立法院 或者是他们已经有太多的一些资源了 所以大家才会说什么 时常是啊 哇一举下去高雄啊 那个阵仗排出来去对付一个韩国瑜 让大家感官也会觉得说 怎么会民进党变成这样 我是觉得是说像是仇庸这种问题 有些时候你要看什么角度去看 例如说常常有人攻击 说现在中央很多高雄帮台南帮 但是要知道说 自己都北漂了 但2008年的那个时候 民进党失去了很多政权立委 剩下三十几席 很惨的那个时候 其实也是高雄台南有执政 所以有一些机会让很多人才可以历练 那所以这不完全是坏事 就是任用自己的人 那因为他可以从实物经验中学习 可是当现在已经全面执政之后 应该要更想一下有危机意识 你不是说再去分工程 而是要想说怎么样子 先把事情做好 做好之后 你基于人情还是什么 有一些氛围 这个大家管不着 大家也不会那么在乎了 所以你事情要先做好 但很明显的 现在整个团队是做得不够好的 那才会有很多反弹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民间 会支持民进党的人 现在真的是有点很难过 也不开心 那他们其实根本也不在乎 他们什么派不派系的问题 他们只是希望说民进党能够赶快 真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觉得 蔡英文还是会选上 因为过往连任 陈水扁 阿扁连任了 马英九也连任了 是不是蔡英文也会连任 但我就不要这样想 现在完全要把这个想法给丢掉 就是说蔡英文能不能连任 甚至是不是蔡英文出来选 要开放的去思考 就是怎么样子才能让本土 让台湾主体性能维持 在这个前提底下去想 如果现在还是想说 蔡英文大概没意外的话 还是会当选吧 那就惨了 因为这个想法就跟这次的地方大选 应该没意外 他民进党顶多就小叔吧 没想到大叔 就跟那个就是民进党的秘书长 他就改来改去 新北赢民进党就赢了 然后还变成说就是高雄很危险 高雄只要守住了 民进党就赢了 然后可能就是在一些用语上面 就变来变去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 等于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平常的一些 可能这个在党务 或者是说可能你已经执政了 过程当中 真的就是说这个派系 大家好像都会觉得新潮流派系 因为以往都会觉得说 在民进党当中 新潮流派系就是 就像那个图影一样 什么都要爱 然后什么位置也都要 所以大家也都会检讨说 这次的这个选举新潮流派系 刚好都是位居重要的位置 他们到底要不要负责任呢 然后呢 民进党这个党主席蔡英文 总统他辞职了 然后接下来到底会谁去 这个接任呢 因为好像说什么 柯建民 我们的这个柯委员 会当那个代理的 就是 等于说目前的党主席 也有人说是桃园市长 郑文灿先生 我们下个段落再请朗东来跟大家聊 快乐 最后康 现在来跟大家说 你头上今天是越来越简单 只要你会来 适当某的人 你就会来担 而且只要五分钟 这十五分钟 这个泡沫一变色 你就燃好了 这年红白的东西 这年红白的东西 又不用客人的哦 要给大家保证 就是说呢 不是有些什么有毒的化学物质 对 刚刚讲到很多的伤害啊 其实都是因为 这个很强烈的化学物质 导致于我们这个头皮毛囊的伤害 最伤害人体的是什么 就是PPD 对本二胺 这个党发剂没有 不含PPD 是 然后不含化学重金属 是 也就是说 在你的头皮跟身体里面 不会残留这些有害物质 对 就它不会去伤害到你 我们医生看到 要去你头上 他都一共一共的 对 你打开后 就会怕说 他的污价还是变质吗 如果没有用完的 剩下半瓶 你都要把它关起来 但是下一次用 可能它都变质了 变质了 都不用去 你都要淡掉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一包一包的铝箔包 然后呢 还有两边 你一次两边都要拉开 它就有个缺角的地方 就把它拉开 拉开 挤出来 两边一起挤出来 一起挤出来 你就是一颗铜 你就是用一包就够了 短发一包长发 我建议一次就用两包 对对对对 对 很多包 一盒里面有 十包 十包 对 那一盒的是十包 十包 那两盒的 要吃多少 两盒的话 市价就是 1980块钱 1980 所以来 今天的十杯酒 也是一样啦 好不好 钱要花在刀口上 嗯 本来两盒20包 要1980 今天给大家 今天就优惠给大家 第一次来 对 五折 990块 990 两盒 嘿 就五折 五折 对 来跟大家说 有黑色的 还有咖啡色的 是 我们一组都是同色的 一组都是同色的 譬如说你看是买黑的 是说你要咖啡色的 你放心 它的色都很自然 两盒1980 现在只要五折 对 990 电话是 0800 0500 58 589 0800 058589 来 鲁鲁把这支电话 给你的时尊 现在马上卡 因为来 只有20个名额 再送一盒 前面20个打进来的 三盒带回去 990块 你头毛你一本 只要三十几块 给你健康和保障 安全和方便 卡着这支电话 0800 0800 580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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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1通电话 宅配到府 货到付款 回到你这付钱就可以了 快乐最好康 让你越来越快乐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Happy Radio 在我们节目里面 今天要请到的是温朗东先生 他是金明的评论员 同时呢 也是很多的一些 媒体的专栏的 等于说写作者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 就是九合一的大选 其实已经过了好几天的时间 后续可能大家还会关注到 有关于台湾的部份 台湾的部份 到底最后法院 司法部分会怎么样来做处理 这个可能大家就是静观其变 另外的话可能大家就是 民进党的 谁要负责任 新潮流负责任 因为感觉好像新潮流的部分 现在是剑拔了 等于我们的陈菊 就是前高雄市长 现在是这个行政院的秘书 他已经提辞成了 但是被未留了 然后还包括了行政院长 赖青德先生 那大家还想到说 那就是说主席的部分 要谁呢 我是觉得先讲陈菊的 因为这责任不能说都是新潮流 因为小鹰派的一些选队会 跟鹰派 确实他们在整个宣传上面 政策推广上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那这部分 他们可能就是要派更适合的人选 不管什么派系 我觉得不是重要 重点是能把事情做好的人 但陈菊他会去负一些责任 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因为其实在高雄这次大败 这个因为过往高雄市长都是一直赢 对而且赢很多的 对那这次其实从党内初选开始 然后一直初选结束 其实大家都元气大伤了 然后很多内幕 大家就都不讲了 就推开人选 对对对 但很多争议 我觉得那个初选拖太久 对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很快速的决定谁是比较适合的 就好了 然后就停止彼此之间的一些 刀刀剑果 对对刀刀剑果 就是说你都仔细去观察 真的是砍得很深 最后都会砍到自己 所以初选机制民营党可能要去思考 是不是能做调整 那接下来说初选完之后都抱持着说 好像躺着就会上 其实他后续发现说 因为我很支持陈其迈 然后他也是一个有想法 而且其实很有攻击性的人 他是很有反应 因为他的大家看他辩论的时候 其实他的一些论证能力就厉害 而且就是说有任何错误的地方 他真的是小细节他都会去注意到 然后及时就做了一些 这个澄清跟反击的工作 对那可是在很长期的过程中都被封印了 就觉得说不需要主动挑起攻击 一直等到韩国瑜 一发现寒流崛起 开始在追有点来不及 对对 晚了好几个月 就那几个月的时间差就有影响 甚至包含说新北苏贞昌 也是新北前面也没有说要提苏贞昌 因为对 因为本来就是他的徒弟嘛 徒弟就出了一些包 然后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这样就没办法 然后师傅又再出来 大家又会觉得说 师傅已经扛教扛那么久了 没有新鲜感 当然我觉得苏贞昌是适合坐这个位置 就是他 可是不得不说 对一些比较中仙 或是平时没关心选民 政治的选民来讲 他觉得苏贞昌没有新鲜感 当然苏贞昌选战已经打得很精彩 但是很晚 他真的开始动起来 包起来是六七月之后的这个事情 然后一直追到现在 也很辛苦 但是我们想一下 如果说一月的时候 或是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准备开始跑 我想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这就是太轻敌 然后就是太大意 那当然陈菊他离开高雄 这个是很不恰当的 因为很多高雄人都喜欢陈菊 甚至我们会发现 大家以为高雄绿大于蓝 没有 高雄的里长一直都是蓝比较多 蓝跟五党籍最多 然后高雄的司议会 到2014年才第一次 绿营的会比较多 过去穷来都是国民党 或者加上一些五党籍再也过半 议长也都是许昆源 所以会发现说高雄的蓝跟绿 大概就是5.5比4.5 绿大概顶多到5.5 甚至在基层是不到的 可是为什么在市长可以一直赢 因为市长人选都够强 然后会给一些浅蓝的 或中间的选民愿意投 但是这些有些浅蓝的 例如说他总统 曾经投给马英九的人 他会投城局 但是这些人现在都不投 都口喊过瑜 为什么因为曾经提早落袍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 因为高雄代理市长许立民 是台北市的 然后结果他那个 曾经的一些副市长 不是由副市长直接说来代理 然后很多的副市长 其实都已经安插了别的 不同的 我讲个小道消息 大家参考就好 就是说在代理的那个期间 高雄市政府附近中午休息 原本曾经在的时候 大家12点40都闪光就回去上班 现在会到一点出头会比较晚 当然你说有没有违法犯机 可能没有 但是说那个发条没有那么紧 大家还是有准时回去 只是以前可能时间还没到 就回去继续准备开始工作 现在就是比较悠哉 就是好像说大人不在家 这样那这些问题 就是一点一滴的就去累积起来 就会变成觉得说 市府现在好像不把高雄放得很重要 连我们深爱的陈菊都跑到中央 所以我觉得是说不管是对新材的派系自己 对整个民进党对整个本土派 范本土派也好 陈菊都应该要努力的离开现在的职位 先回高雄半年 为什么 因为他要先了解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 去聆听民意去反省 去跟地方重新建立关系 然后去看以中央的立场 有什么可以帮到高雄的 因为毕竟民进党跟国民党不一样 不是那种会放声高雄的政党 就算市场是韩国瑜做 也不应该去重北侵南 除非韩国瑜是要引进一堆中资 然后这些会造成一些主权问题的 不然他有什么需要的 其实中央也应该要配合 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方式 而怎么样去做这个沟通 跟了解窗口 最好的人选其实就是陈菊 那陈菊做这件事情 做半年还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我坦白讲 就是一个赎罪 以那个陈菊 他可能在政坛的 他的一个经历来说的话 他做这样的一个协调角色 他的分量是还蛮重要的 对 而且虽然刚刚讲到说鹰派 小鹰这一派 在选举中要负蛮多责任 这整个宣传战是不利的 可是新潮流的位置也很多 这不可能新潮流一个都没有负责 所以其实壮士断管 也是他们派系间 现在在思考的事情 内部反省 那当然是说我根本不在乎 这些派系谁赢谁输 因为我们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希望整个本土派 希望民进党可以越来越好 站在这个角度才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对 那像是那个国民党的部分 因为那时候在那个 因为我们有采访了一个记者会 在现场有听到说有一些民众就会看到说国民党的胜选 其实就是还蛮多人选上这个县市长的 所以就喊着武敦义选总统 我们在现场真的会觉得说 武敦义应该要有那个自知之明 他没有可能算得到的 真的就是说 也不用说他特别什么积极 或者是什么样的 可是在国民党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今年推出了蛮多的新人 在这个可能地方议员 或者是什么样部分 他们 其实像现在很多人就喊着说 不要有中常会 然后中常委员等等之类的 因为那个都门槛太高了 然后呢 就他们都来决定了很多的一些人 要不要选举这样子 真的就是国民党的部分 他有没有机会可以改变一下 比较就是说可以让年轻朋友出头 根据我的了解 对国民党来说 年轻朋友一直都是样板 就是用来让你看说 我有年轻人 但是重要的位置都不会分给年轻人 最多就是到了那个 可能地方议员还有可能 但是要再往上趴 对例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就等着看说 接下来立委选举 国民党部分区里面 40岁以下的 或是30几岁的 有安全名单吗 有把这些年轻人 或是新生代放到 不分区的安全名单里面吗 不可能 对 基本上机力极低的 他做得到 那他厉害了 这个是很大政治判断 但我觉得以他过往的这个习性来看 几率是比较低 像吴敦义 结果论来讲 没有国民党是赢了 但是他绝对不是工程 他很明显在扯后腿 你连韩粉都去骂他 对 所以一个党主席竟然在一个候选人 在优势的时候 或者是在拉锯的时候 去扯后腿 没有因为他一直很想要选那个 对对对 他很害怕韩国瑜 跟卢秀燕现在合体 怎么说要出来选 总统副总统 所以其实本土阵营也不要太气馁了 因为国民党一得势之后 他们内斗又开始了 那我们不要觉得心灾乐祸 而是要赶快胜现在去统整 去检讨问题 然后去改进 等于说两大政党都是在彼此 可能就是说在想说 他们未来应该怎么做 像可能国民党真的就是 现在就要开始争取 然后开始就互相要开始打架了 谁要代表参选2020了 因为像朱立伦 吴敦义 然后很多人可能都是王金平 是不是都有可能 这个都是大家后续要关注到的 其实时间到最后这个时间点了 所以我们还是真的是希望说 本土的一些可能在地的一些 年轻的朋友们 有一些也是小党的一些朋友 大家可能是有一些理想 但是在这个理想创造的过程当中 可能自己的一些方向要站得稳 同时以本土 这个为本土 这个奉献牺牲为主要的一些使命 然后不要再太多派系了 真的有时候就觉得 派系之间的一些争斗 会让大家都觉得说 哇伤了自己 然后也没有好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媒体的评论员温朗东先生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这个九合一大选之后 台湾的局势 谢谢